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青藍 我們今天就看一下我們的這個守望傳說 那四一下的話 哲明已經把我們就是那個 支線關卡都已經推完了啦 然後所以我們今天的話就主要來說 讓大家看一下我們這個主線劇情 然後看一下我們第二章的世界喔 因為不起來說的話 我們要說十連抽的話 基本上是必須要存到我們這個 兩千七啦 所以是非常非常非常久的喔 所以這邊的話兩千七的話 應該是必須要那個 要依靠到我們下一張囉 所以不起來說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之五 是不是下一張啦 我們就來玩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個一之五關卡 來看一下裡面究竟有什麼其他的新東西 我們今天的話一樣跟我們的 幼速加油一起來冒險囉 欸 這邊是我們的酒館的那個姑娘 我們很快就會和你的騎士朋友見面了 好 這個是那個吧 她帶到我們那個就是那個 小公主了 這裡是妖魔的領地喔 安靜的跟著我走 欸 不是啊 這個 這個是不是那個啊 唉唷 完了完了 白癡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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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電話直接害他們被抓 難怪他們會 難怪他們都不回我們 哇 我們真的是雷隊友欸 好 這邊的話 這關的話基本上有 有三十個紫幣 還有那個三個這個黃金幣喔 然後我教大家一招啦 就是大家你看這邊的話 地圖上面左邊不是有一條路嗎 那邊一定就是有問題的喔 所以盡可能就是要看一下有沒有地方是可以直接從那個路走過去的 這樣就會就是不會錯過一些就是我們那個金幣的一些時機這樣子喔 好 先打掉 我們現在其實有升過等了 我們現在等級還算是蠻厲害的 所以應該不用擔心喔 我們應該都可以輕鬆解決 那主要來說這邊有一條隱藏道路啦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位置吧 哇 都不是欸 那那邊的話應該是要從左邊這邊進去吧 反正我們盡可能就是先探索一下這個世界 它這是什麼東西 新的這個玉是不是 神秘的石板 然後金色的拿到一個了 所以我們還有缺兩個金色 然後 還缺那個一些東西 這旁邊有一條小路啊 我覺得這個小路應該是有鬼的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 我們可以試一下再來探索啦好不好 好 這樣來說就是推個主線劇情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不然這邊的話 感覺會打非常久 喔 這邊要那個 要放我們剛剛撿的那個石板吧對不對 對 我們這邊剛剛撿了兩個 還有一個 要放石板之後才可以開啟一個那個 這個 古老的大門好不好 好 我們就往前面 前面走 其實這款遊戲的話 它的那個小巧思非常非常多啦 哇塞 這是什麼 等等 我問鬼不如我是說我會強化武器 什麼東西 它是誰 鐵匠嗎 很高興認識你 我是這裡最厲害的鐵匠 保證100%滿意 儘管我對破壞我是說升級武器的熱愛 我沒有任何客人 不過我不會輕易的放棄的 感覺它就是會把我們的武器用爆你知道嗎 欸 森林的鑰匙 喔 它說要找到比較好的武器是不是 好 沒關係 它那個武器 比較好的武器應該就在上面吧 喔 這是什麼 巨魔神是不是 那個瘋女人離開了嗎 那個瘋女人應該也講這個吧 講下面這個吧 870 我們先看一下右邊還有沒有路喔 好 這邊有兩個 然後 這邊是 沒辦法 欸裡面有一把神劍的感覺欸 好酷喔 我先來下面這邊 我這一次身上帶的這個技能是 墊完之後可以讓他們就是一段時間應該算是暈眩的技能吧 所以還算是不錯 這個技能其實我覺得打起來的話 還算是滿舒爽的 就是你可以暫停一些就是比你高等的敵人啊 然後把他們給弄掉這樣子沒有什麼問題 看一下下面有什麼東西 欸 又有人了 欸 這邊好多新東西喔 欸你 看起來似乎收放自如要不要和我一起拯救世界啊 哥布林正在舉行儀式要召喚一隻稀有的兔 我是說哥布林王 這可能會造成是我們動作快點 好 這樣我們又取得一個新地圖了 這些小支線的話我自己都會試一下解決啦 我是覺得這個 大家可以自己來體驗 真的還滿好玩的 他裡面有很多那個敵人要對戰這樣子 我感覺我這邊好像走不太過去欸 應該都還是要先來解一下右邊這個 因為我們上次就是右受驕傲的那個就是 招育那邊之後的話我們就發現其實 其實你要有那個 不是啊 我記得他可以暗殺 喔不行暗殺喔 暗殺好像是我們一開始那個講故事的地方 而且我們剛剛那個 剛剛右受驕傲每一個都去抓一下抓一下 已經已經不構成暗殺的那個機會了吧 好 打死 還有這隻 欸這邊直接拿一個黃碧喔 欸這次其實黃碧都還滿算是 滿好看到的欸 就不會太難去發現這樣 這旁邊直接有一個黃碧 nice 然後這個是 聖劍是不是啊 就是要取得這把武器給那個鐵匠 然後鐵匠拿到那個鑰匙給我們開那個門之類的 這把武器好像很猛喔 然後我覺得應該 應該會直接被他打爆 哎呦 守衛軍團是不是 難怪他不敢自己過來拿 哇哇哇哇哇哇哇 這什麼 欸我們 我們剛剛那也是什麼東西 嗚呼 哇 這把劍好猛喔 欸我不想交給他了欸 完了完了來了 瘋女人來了 這把劍好猛喔 他如果聞到這操戰武器的味道 別擔心強化後價值會變成10倍 然後要爆掉了 一定爆開 絕對爆開 我就知道 白絲喔 欸林克欸 欸是林克喔 很像林克欸 別哭啦 這就是人生嘛 完了白絲 不需要任何人啊 不好意思 有人看到大師之劍嗎 應該要在這裡才對啊 欸你對大師之劍做了什麼 感覺不太好 所以去了劍場 你知道他跟他 跟其他劍一起 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我需要再把劍來打敗魔豬怪 並拯救我的王國 我什麼都不太很危險 哇哨 他給他槍欸 哈哈哈哈 欸這個好像很猛欸 哇我要怎麼用這個 按按鈕就可以了 一瞬間魔豬就會變成烤手 我靠 欸 這個好像不錯欸 我想要這個 我猜這個比啥都沒有還好吧 我覺得這個很猛欸 這比大師之劍還要猛吧 啊不是啊 啊我們大師之劍欸 太爛了吧 拿這個 這是什麼 隨時用護照器叫我 我就會升級你的武器 我很期待能升級 他就一直想要破壞我們的武器欸 完蛋了 我原本想說 原本想說這把劍剛超強的欸 他可以直接那個噴掉欸 超猛的 結果直接掰掉了 算了 沒事沒事 反正他一定不可能讓我們這麼 這麼輕易就拿到一些屌武器嘛 這是理所當然的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下面有沒有什麼東西 應該有路可以走啦 要去拿那些新的東西 兩個 然後加大錘錘 然後還有這個 好 這邊我們那個 黃色硬幣都拿光了 還剩下 那個 11個紙幣喔 11個紙幣感覺就麻煩麻煩的 這感覺要打開那個就是中間那個 那個有鑰匙的那個石頭之後的話 才可以再拿到另外一個碎片這樣子 好 開門 我們還缺一個碎片才可以打開隱藏通道喔 我覺得還缺11個紙幣的話好像 有點很麻煩 好 這邊兩個 那個 石碑 石碑要跟我說什麼 有幽靈喔 別怕 我不會傷害你的 就這次 什麼 在說什麼我只是開玩笑的 像我這樣的幽靈已經守護森林寶藏很長一段時間了 不過他最近一直給我帶來問題欸 啊 所以要我們去處理寶藏的問題是不是 啊 哇又是一把全新的劍 我對守護這寶藏的幽靈迷戀不已 啊 他喜歡他 但他似乎只在乎寶藏 我試了100種方法吸引他 他喜歡這幽靈 森林有個神秘出入通道喔 要跟我一起去看看嗎 抱歉我正在忙著值班 呵呵 因為他愛幽靈吶 驚喜 抓到你了 謝謝你我差點睡著了 讓寶藏失守 天吶 好 跟著我 照我們討論的做 我對這個有不好的感覺欸 哼 太好笑了吧這個 如果有人可以處理掉那個寶藏 但是只有值的人才可以獲得寶藏 或許你就是那個人喔 好啦 接受接受 這樣我們就有新的那個 新的寶物了欸 又是支線 啊 在那個寶物窟 可以可以 沒問題好不好 我們改天再去幫你解決齁 你乖 我們要繼續努力往前進了 所以這遊戲有非常非常多小的支線任務欸 然後 天吶這遊戲的話 基本上也是有那個啦 也是有那個協力連擊模式 只是我們現在都還沒有碰到就是了 我們現在其實 我們還滿強的 有新的妹子 惡靈女妖兵 啊 是個妹子 欸 看到了 欸 缺一個欸 為什麼 缺一個紙幣 缺一個寶箱 應該是那個吧 就是那個碎片 然後打開那個裡面吧 我覺得 感覺這邊是不是有什麼路啊 這邊我們就要出去了欸 這邊吧 下面地圖看到沒有 這邊應該有一個小路 這邊可以下去吧 欸 不行嗎 哇 完了 我們又要跟我們那個 紙幣說掰掰了 我一直覺得下面那邊有一點點小古怪啊 這最後一片紙幣就是在這邊是不是 完了 我們缺一個 大寶箱 然後這裡進不去 又要探索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遊戲基本上 超級無敵多小巧思 但是 感覺沒這麼容易 左邊感覺就有東西的啊 但進不去啊 好吧 算了 我們先 我們先以通關為主吧好了 要不然在這邊 晃就要 晃到民國井欸 要不然可能是我們要把那個打爆才可以吧 就是我們要 要去把那個那個 剛剛那個幽靈 來打爆那個才可以 有差一個紙幣欸 莫名其妙喔 通關沒有問題 欸 就沒有要前往下來關卡了 那四一下啊 哲平都會先把我們那個就是 主線或是支線 支線劇情都先解完啦 然後 我們主要來說就是 玩那個比較 大的一些就是 主線劇情給大家看這樣感覺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這款遊戲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哲平討論一下 你們現在都打到哪裡了喔 那今天的話就先玩到這邊啊 我是哲平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 보니까阿嬤 掰掰 我們現在就看一看 再看一下